我觉得他们家不光是做的好看 而且又好吃 还有创业 卷到这个份上 啊 这居然是一个烧白寿司 他们店居然可以提供汉服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果 我现在刚到西昌 然后我们学校有点事情 我要过来看一下 西昌这么远吗 居然坐了两个半小时的高铁 我一直以为很近 还不知道吃啥 我就来到了西昌的瓦达呱叉 看一下这一层卖吃的都有些啥 他们店居然可以提供汉服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穿 真的是我第一次穿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中式料理 都已经卷到如此的地步了 说实话这是我今年以来 吃过最精致的一餐 没想到是在西昌吃的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开涮吧 我点了一大堆 这是一个盖碗茶 上面是一大块儿鹅肝 一口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这个鹅肝烤得这么嫩 然后它上面的饭一米 那个鹅肝的脂肪就直接浸进去了 哇 太好吃了 这个一口饭 看一下这个鹅肝的很简面 一点都不会腻这个鹅肝 我感觉今天吃的一桌子 大部分都是我没有吃过的 我是过来见市面了 这个是三文鱼和牛油果的一个一口饭 我都不敢想象这一口炫我嘴里得多爽 牛油果鱼籽加上熟的三文鱼 绵密细腻 然后味道搭配的特别好 喝一口我点的这个桂花泥酒吧 干杯 太精致了 我都不好意思喝了 好喝好喝 这个是芝士牛肉的 看一下里面有大颗大颗的牛肉粒 这牛肉特别好吃 吃得出来牛肉的 那个汁水味 一点都没有味道就芝士可带 就有点像那个 芝士橘虾上面的那层芝士 我觉得他们家不光是做的好看 而且又好吃 还有创意 卷到这个份上 别不给别人活路了 太好吃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 主要是冲着这个来的 这是一个三文鱼的寿司热狗 它其实寿司的样子 但是做的像热狗一样上面豁开了 中间放了三文鱼牛油果 这什么美妙搭配 你没有吃过寿司做的热狗吗 它外面这个寿司是裹了面包糠炸过的 这个料足的 这个是 鰻鱼寿司热狗 也是下面是炸的一个寿司的底 然后上面是一整块鰻鱼 中间还夹了一些蟹柳丝 热狗还是得手拿着吃才对 这是我今天吃过最好吃的热狗 暂且称它就是热狗吧 然后还有一个裹得满满的肉酥 他们家真的这么不计较用量吗 每一块都特别好吃 我吃完回程度都得想 真的得想 你们都不敢相信 这居然是一个烧白寿司 看下这个烧白肥肥的 旁边还有虎皮 这就是我的完美吃法 这肥肉怎么做成了冰激凌的质地 再来看 这是一个鹅肝的寿司 这个鹅肝的大小 跟刚刚那个一口饭也差不多了 上面还放了一颗芒果 芒果和鹅肝真的很配 吃一个芝士菊大虾吧 虾还挺大的 看跟我的舍香饼 好吃 你看我这个 给大家引上一首诗吧 床前明月光 一诗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顾心 不过我真给你们安了一个 李白的一句诗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叫 英式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来一口沙拉吧 这个沙拉上来的时候 我简直震惊了 这是一碗鱼子沙拉 但是我以前点的鱼子沙拉上面就只有十几颗鱼子 这我感觉 只有一大片海的鱼子 上面还放了一些蟹柳 哇 这一口 嘴里跟在方便报似的 这一碗很朴实的麻婆豆腐饭 这一碗很朴实的麻婆豆腐饭 这边还有一个锅子 我现在拿这碗饭来下午的锅子了 现在这麻婆豆腐都是拿龙虾来当配菜了 来一口我的龙虾麻婆豆腐饭 有些日子没吃麻婆豆腐了 我觉得有点辣 然后这是肥牛 太烫了 接下来时间我家慢慢吃到我这一餐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 你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我在里面 记得夸一夸我的汉俗造型 我还要为你也倒挤 我会带点误 麻婆豆腐饭 我哪有没有 你也不想做 我只需要做 我嫌疯了 不得 全体的 这小匙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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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